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齐天跟萧春生说 后晚上八点八到处接皮虎 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 送完礼 酒店 行 齐天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投稿 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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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了 那个我都洗完了 我看了 特好 还抄了进度 基础是好 还行吗 赶紧收拾 咱们出去 麻将 改善生活 是驴肉伙上 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成 我就想 我走出之前 把河红铃还有黑月子 把咱们托付给你 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 要说有 那也就是河红铃 现在河红铃喜欢你 你就接着 你得对得起 他对你的这份好 看得见吗 看得见 但这字不认识 换一遍 这 这 人 人 这念入 好 我这也能 是啊 是 天儿哥 天儿 天儿哥 不该这样 黑子哥 黑子哥 可有两天没露面了 我这不是忙吗 你大哥都上成这样了 你还有什么可忙的 我这不来了吗 怎么了 看你这慌慌张张的 有事啊 天儿哥不见了 不是 什么叫不见了呀 这两天呀 我老去他们家找他 可他都不在家 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能是让人绑子吧 这 不行 我得找找去 你商商店上哪儿去啊 那天儿哥不见了 我不能不管啊 你想管管不了啊 这么着 有个人能管 起子 你怎么来了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天儿哥失踪了 只要你能把天儿哥找到 你跟黑子的仇 就算了了 天儿哥失踪了 什么时候的事 都失踪好几天了 那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知道 天儿哥不见呢 这两天我见天儿 上他们家找他去 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春生 春生 天儿哥好像出事了 霍灵 你别急啊 你怎么知道天儿哥出事了 昨儿是我生日 天儿哥说了 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 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 什么生日礼物吗 虽然他没名书 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 我估计 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进口录音机 嗯 这齐天哪有门路 搞进口录音机呀 春生 有件事可能你们不知道 就是这些年 我们跟天儿哥 和他南方一个兴趣的朋友 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 然后再把配件 组装成成品我爱卖 赚了不少钱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 倒卖 这是要判刑的 这事你们也敢干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 再说那兴趣的也挺长时间 没给我们供货了 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我知道了 齐天儿跟我说过几天 要去八大处接批货 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 我估摸着 他想把配件 传上录音机 给红铃张生日礼物 那怎么办呀 天儿哥不会是为了 送我生日礼物 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现在我问你啊 齐天儿上倒卖配件这事 还有谁知道 倒卖这事就我们哥就可知道了 老四 李尚游手里那么一破了呀 我知道是谁了 谁啊 李尚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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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怎么这么咸的呀 什么风把泥给吹来了 你来了怎么也不先演一声 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 七天没来啊 这外面可都让人动了 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 都穿一条裤子 你什么死啊你 问你这件事啊 什么事儿 说说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在哥们家喝酒啊 想都不想就说 这五天前晚上的事记得够清楚的啊 他脑子好使唯 那我问你 你问谁啊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 这可是私事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李尚游你装什么好人 一桌你使得坏 翘儿过哪儿去了 就是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瞧把你能着 不过了 我说 你们能不能别老费着我啊 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 他那么淘气 那么好现在还遮橘子了呢 你怎么知道他进橘子了 他什么事儿还少啊 随便那件事办了 都有可能啊 他身上事还少啊 都有可能啊 天又哥在哪儿啊 天又哥在哪儿啊 不知道啊 天又哥在哪儿 天又哥在哪儿 找着了 找着了 天又哥找着了 天又哥在公安局 天又哥在哪儿 呢 现在 Antony 我去 就把他给我去 就把他给他 做了 是不是 他 把他给你 女多 男主 İn拂 女人的女方 白郁 发的烫 晚生 早会 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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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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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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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on los 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 拿着 就你这态度 我现在越来越光不透 这三年多 哥们没干别的 就琢磨你了 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 我都知道 不用问 是吗 不是吗 可能吧 冰霄雪融 春河景明 又是一年过去了 齐天离开后 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 默默守护着贺鸿岭 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 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 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陵 即使他感觉到 离贺红陵越来越远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色的阴影 他对叶芳的感情 也在悄悄地萌芽 小房 快快快 上车 正找你了 快快快 红薄 快快快 上车快上车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说了 我妈不听 而且今天情况特殊 广州的何司令来了 临时中午假宴 点名要见你的 对了 这个何司令啊 也是你爸的老尚姐 我还有事呢 你看 你再重要的事你也得往后推啊 这何伯伯难得来一次保定 总能扫到老人家姓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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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快来救火呀 找死 妈 失火了 救火呀 先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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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怎么了 红柳 可能是你们家着火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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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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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阿姨 没事吧 阿姨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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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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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事吧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 你长主意了是不是 你要重复来怎么办哪 爸的照片 烧了就没了 阿姨 妈 黄老师 春生 黄菱 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 我妈有心脏病 快快不行了 我找多个借钱 好 混哥 回来 什么呀 黄老师 没事吧 妈 黄菱 阿姨怎么了 我妈快不行了 上车 好 麻烦您拉把手 好 谢谢 麻烦让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 谢谢 谢谢 公立开个门 好 快 让一下 让一下 黄菱 阿姨 大爷 人呢 车拉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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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人呢 车拉走了 车拉走了 轰林 你也别太着急了 阿姨肯定会没事的 好 走 你 走 妈 我 你 医生 怎么样了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还好送来的急事 那还需要入院观察 先去办一下手续吧 好 大夫 谢谢您啊 国华 我没带钱 没事 我这有 我去带 大夫 怎么样啊 送回病房吧 好 具体就这样这么多 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 也就是说 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 近期就可以出院了 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 随时会犯 随时要命 要想根治 只能动手术 对 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 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 心脏指示手术 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 咱国内也就只有 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 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 老教授医者人心 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 现在年纪也大 精力有限 每年也就能做几例 全国各地的患者 都排着队等着 想要排行手术啊 并不容易 大夫 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 就是我妈现在这个情况 您建议做手术吗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 但毕竟还年轻 其他脏器和身体技能呢 都没问题 如果条件具备 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 延长生命期 但是要想保守治疗 就随时观察 后面 你怎么想啊 不知道 你也别太着急了 大夫不是说了 有办法吗 实在不行 咱们就找找人 逗走戍本 说得轻巧 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没事 不是 我有办法 我爸以为老战友 是军医大的领导 北京这医院啊 他都守 保不齐就认识 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 等我爸回来 我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再说吧 我心里乱得很 他真的拖下去 他真的拖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刚大夫也说了 心脏手术很危险 要是找不到合适的 再 再观察看看吧 所以我才说 得跟我爸说啊 这个 做不做手术 都不是急事 我现在着急的是 这洪灵晚上这住那儿 上哪儿借监房 这要是顺利的话 能借到房子 问题是 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住招待所 那也不行 姑娘家家自己住招待所 他不安全 春生 你们家有空房 我爸不在 他那一间一直空着 春生 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 再说了 晏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那不正好吗 有个什么事 生活上还得有个照应啊 脸是这么个脸 但是 洪灵 你觉得呢 洪灵 进来吧 好 洪灵 我姐出差了 你就先住她那一屋吧 洗漱的那些东西 你就先用我姐的 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 来 来 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 早点休息休息吧 嗯 你还给你买新的 妈 您怎么还没睡啊 我睡得着吗 怎么了这是 是 我怎么成了 我还要问你呢 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小王上给您打了小报告吧 你甭问谁给我打了小报告 我问你呢 是他吧 妈 他们家着火了 他妈心脏病犯了 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 这没错吧 我不跟你争对错 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 救死负伤去了 是吧 我跟你爸商量好了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 参加入伍前集训 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 没啥好事 看你那样 就是该好好训训 我爸以为老战友 是军医大的领导 北京这医院啊 他都省了 等我爸回来 我就跟他说 再说吧 我心里乱得很 来 吃仔 婚礼儿 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 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还搞封建那一套 现在流行自由恋爱 不只是不听父母的 天哥的 国华的 我的 甭管是谁的 你都别听 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我 我之前 确实爱着很多人的面子 有天哥的 国华的 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 可是最近这段 尤其是天哥出事前 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仔细地想了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话吧 也不全对 咱们俩这事儿 也不是他粗合 就能粗合成的 关键还是 关键是什么呀 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 我不管你现在 是不是在犹豫 还是有顾虑 我都可以理解 我也不愿意跟你压力 国华他也不愿意 我们兄弟俩吧 之前你谁也不认识 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 我相信国华的心思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事儿到最后 还是得你自己决定 所以我们俩都等着 春生 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 我心里名劲呢 之前为了气你 在冰场是我不对 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春生 你应该能懂 不早了 不早了 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我跟你一起去 春生 上车 车在这一根区里面 不想突然 那个人不要进去 今月事儿 天儿 够话 有事啊 爸 妈 我想清楚了 你们说得对 我也不想过 不能再这么虚毒光阴了 应该尽快投身 军队这个革命的大戎奴隶 去学习 去锻炼 我想尽快参军 好样的 你看看 咱们儿子又出去了 我以为我听错了 不是咱家儿子吗 我替你爸表态 我们举双手赞成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说 我想等着跟恒红铃一块儿入伍 爸 妈 先听我说完 红铃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 天赋好 热爱音乐 打小苦练 基础扎实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敬文公团 我相信 如果他能入伍 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 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 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国华 贺红铃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我知道爸 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 再说了 红铃的专业出了一把萃 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 没关系 这事也不能着急 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 我等着 什么时候这事解决了 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儿入伍 爸 妈 你们先忙着啊 我回屋了 你等等 你 这孩子 没听出来呀 这是最后通牒 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对啊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梁 都没在一起河来拆散 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我觉着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狂了 我亲哥的事我不管谁管 你要是赶他小报告 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小枫 陈涛 正找你了 这位是 这位是 这是我们家亲戚 叫陈红军 你好 你好 我叫陈涛 是叶芳的未婚夫 你好 我叫陈涛 你好 我是陈红军 你好 你好 我叫陈涛 是叶芳的未婚夫 你好 我是陈红军 你都十九课了 你都十九课了 中间缺了两课 我还说过两天给你带去 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行 你是准备高考 对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知道 但是 以防说一定会有的 他 说什么你都行 好 那挺好 那你 应该挺闲的吧 红舅 你还不走啊 行 那我先回了 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我来跟你说 周末去家里吃饭吧 不了 我还有事呢 什么事啊 去你家老房子 见这个陈 陈红军 陈红军 他是你什么青年啊 之前怎么没听你提问 他是我哥的同学 那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呀 叶芳 我觉得你交朋友 要谨慎 红军和我哥是小学同学 我们打小就认识 你哥同学怎么了 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听别人说 国华之前不愿意入 天天在外头玩 结交了好些 不三不四的坏朋友 还经常打个价 斗个欧什么的 陈涛 红军和我哥都是好人 你不要听外面那人 胡说八道 那他没事跑保庭来干吗 他 找个安静的地儿 复习功课 不认识 考大学 你的主意 对啊 不是 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 你不信 有人信 他那么好 那不听你话 你怎么不跟他好去 小冯 我不是那意思 小冯 原来说 我 春生啊 喂 你好 肖春生吧 对 我是 您哪位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 我姓徐 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我爸 我爸他 他怎么了 肖岩培同志 昨天夜间发生脑梗 已经急速到301医院 不是 你说什么 好 春生 医生叫你过去一趟 好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技能 恢复得都很不错 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 谢谢大夫 春生 介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 组织上决定了 停止对肖岩培同志的 隔离审查 出院后呢 你就把他接回去 好好照顾 真的 那意思就是 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目前倒没有 不过我相信啊 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 放心吧 再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 谢谢您 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 感谢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 失忆的症状吗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 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老人年纪大了 又加上中风打击 估计出院之后呢 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 会加强 很有可能会彻底地忘记你们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别担心 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 谁啊 谢谢啊 没事 好 好 好 宏林 过话 你来了 叔叔怎么样 已经脱离危险了 那就好 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刚去看了 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 我还真得谢谢你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 那个 我还给阿姨联系离疗养院 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 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 只要联系好了 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郭华 我妈的事多亏你了 谢谢你 又来了 刚说完不用谢 对了 老爷 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 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 去之前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什么事啊 你想不想参军入伍 去部队文工团 我得走了 人催我了 你好好想想啊 小梅 这东西怎么使啊 还是我来吧 这也能卖吗 好 血压仪很紧缺 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 不如这样 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 每周都有一次机会 可以用这些仪器 以后 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 给萧叔叔看病 只要你们不行 我医术不精 怎么会 你可是同代了 你其实ように 你做ENB 你的话 你把你带来 你做的事 但我自己做的事 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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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做的事 我给你做的事 你做的事 胡闹 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 官兵一致 现在是战争年代 一切从简 你们就是不听 对不起 首长 我弄错了 这不是您的卧室 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 我搬了一张床进来 方便您累的时候 可以随时休息 马上换成行军床 是 叶三毛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军令如山 必须照办 首长 你这算是赶上了 我们刚拍一片 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 谢谢 谢谢 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 这没事啊 就要盯着那个军用地图 抵我太是图五的 一盯就一个钟头 这满脑子里 金戈铁马 一往昔 争冗岁月仇 我爸他就是 就是入戏太深了 就 就当要了 这洪老爷子高兴啊 定着好 哥 这个小意思 来 首长 你干吗呀 这我帮你 是王爷说你这人讲义气 出门别人够朋友 而且啊 您有这份孝心 谁稀罕你这赛瓜俩老的 哥 收下吧 首长 你这就没意思了啊 你赶紧收回啊 要不然我有东西 我不借了啊 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什么也别说 那我先撤了 好 辛苦了啊 诚勇哥 没事 谢谢啊 师傅 好嘞 好 春春哥 洗活了 行 回家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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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首长 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 很好 放大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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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